车离子和樱桃的区别 其实车离子和樱桃呢 本质上来说呢 它们是同一种水果 都是属于樱桃的果实 樱桃呢 英文是cherry 然后呢 英译过来呢 就是车离 所以呢 在进口的这个樱桃当中呢 我们一般都称作它为车离子 车离子相比樱桃来说呢 它的果实要更稍微的大一些 然后它的 咬的这个口感呢 稍微要比樱桃更硬一些 国产的樱桃呢 可能相比而言 会比较偏软的一个口感 那么本质来说呢 它们是没有区别的 但是呢 也有研究表明说 车离子的这个铁的含量 会更丰富一点 相较于樱桃来说呢 多使用车离子 它可以去促进血红蛋白的再生 并且呢 长期使用还可以防止缺铁性贫血 以上呢 就是关于车离子和樱桃 区别的一些小知识了 希望有帮助到你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